1.桃爷 无情潘伟伯飞一起了 今天是潘伟伯的生日 无情发文为潘伟伯庆生 这也让无情和潘伟伯很快登上了热搜吧 粉丝们都说无味熊CP又来发糖了 无情发文潘老师生日快乐 健康快乐 自在 主任 并有心的配上了潘伟伯新专辑的封面 两人一同参加我们相爱吧 这个节目 在节目中真的是撒了无数的狗粮啊 因为太甜还获封无味熊CP 不少的观众和粉丝 认为他们俩非常适合做情侣 但也有网友认为这一切都是按照剧本表演的 都是假的 你期待无心和潘伟伯在一起吗 留言告诉涛爷吧 二 涛爷 张新宇和军官启白 张新宇悄无声息的结婚了 而且丈夫和杰还是一名身经百战 公须赫赫的反恐精英 两人的结合简直是现实白了 他从火光中走来 张新宇之间率被传说台灯黑料 因为军官的政策流程很严格 间接的帮张新宇彻底洗白了 很多的黑粉 路人粉都开始赚粉 表示没有那么讨厌他了 另外 因为军官和普通的婚姻关系不同 受到国家法律重点保护 如果要离婚 要经过军人本人同意 不同意的话就不能离 所以这次张新宇真的是奔着天长地久去的三 涛爷 张单峰红新回应出轨 在张单峰出轨经纪人事件越演越烈之时 张单峰和红新夫妻两个同框出现全面回应了所谓的出轨实锤 一 情侣款 是同品牌不同款 手表是张单峰的 只有一块 因为拍戏不方便 所以让碧莹带人以免丢失或损坏 二 公司法人一直是历任经纪人 每次消费为了方便 只是让碧莹代付 财政大权还是在自己手里的 三 从没有想过换经纪人 两人代币银向妹妹 张单峰公才表示 如果真有这个事 一物老婆的性格会把我打死的 张单峰自报自己是个气管言 片酬会打入红新账户 微信不能加女演员 红新还会看手机 网友看完这个采访 也是觉得还是经纪人过于迷媚化风 才引起这么大风波 最后红新跟张单峰也表示 会启动法律程序 制裁那些造谣的人 四 陶爷 爱情公寓未上映就糊了 今天下午 去版出品方称电影 爱情公寓擅自制作 以及起诉讼 并要求停止上映 原来爱情公寓电影 这个电影名字是被改过的 之前的电影是将金次元冒险家 本来是只有陈赫参演 只不过后来导演王远灵机一动 就请了 爱情公寓几乎全部人马 然后把名字改成了爱情公寓大电影这个舌头吸引粉丝 但实际内容却是几个人一起出去盗墓的 并且还在剧里面加入了王胖子这个元素 不过在马上上映的这个档口出来起诉 这心思也是路人皆知了物 陶爷 某鲜肉打女人 被话不多说 直接上图 爆料只是被打女助理的哥哥 说妹妹被打了十多分 钟 现在精神都出了问题 睡觉不敢关灯 助理哥哥第二次爆料 趁该男演员刚演过扶摇 目前在排成直高手 今天的爆料就到这里了 记得留言来约一桃爷我 想知道最后爆料是谁 就给桃爷点赞呀